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玩的《荣耀》排位赛的实战视频 实战是录像吧 违反模式 我发现是亚瑟超神 这应该是我发现那个喵大爷邀请 他是钻石吗?钻石排位 所以说 钻石牌位的时候 他一到钻石牌位 他那个选匠画面是有和那个 伯金以下的打的牌位是有区别的 他会先是让双方先各自禁用一个英雄 而且双方是不能与相同的英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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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被那个刘斑A技能气泡给boss了 以前也打几打过很多次 应该是 现在来说的话应该是打几打的最多次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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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轴子 这都是往我们红色 红方 这次我方亚瑟和刘帆 被终结了 可能看他们两个太烂了 直接杀到对方阵营 感谢观看 现在亚瑟一个又来冲 以前的官房也不是这样子 他以下来就是一条平行线 这个不是像一个范围 所以最近这个 我购物都会一样的 我购物都会有的 我购物都会有的 也不有的 词 这排位 每次我都打到我的薄金一 五颗星的时候打不上去了 这把打完就是到五颗星嘛 打完到五颗星的时候 然后下一把下一把又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的会公平一点 就是大家不会相同的英雄 可以尽量一些自己讨厌的英雄 他由一开始先由第一个人 就是第一个人选 每双方各尽一个英雄 然后两个选一群 大家又可以看到对方选什么英雄 你就可以选什么英雄来克制他 但是只会特别是最后两个人 是比较有利的吧 前面的也是也是摸不清楚他会选什么 那么多虎 是每天都能发展 帮助人们的这位 那是有些人 有说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看到这一边 就是这些人 但是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看处理了 我们今天要看处理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